它的出现 让小米SU7价格沉迷 阿军也不再冷静 一百度电 三元米 宁德时代 这三个跌在一起 只要能用得起这样电池包的车 均价都在四十万以上 宁德时代一百度电池 八百伏 八二九五尽显尊贵 而它却全息标配 中大型列装车极客001制药26万9 请问小米 你该如何应对 Are you ok 这就是卷王极客001 新款入门价格才26万9 我震惊了 那么这台卷王的实际表现 能不能打动你 我 他呢 西哥 瓦雷姬 这台卷王的实际表现 其他今年这部车呢 速度很ok的 但是 过弯 并不太自然 一红飘 速速很快 哎 不知道新款有没有改善呢 这台车我们觉得超级的帅选装了一个运动套件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路上看到挺少这样的一个版本的 不知道是不是零零夜车主动是比较低调 不喜欢那么的张扬 受限于它的尺寸还有重量 这台车不是一台很好飘逸的车 以前老款的双电机版本它的破摆时间是3.8秒的 而现在这台只要3.3秒 我们来讲地板店了 走 刚加速我还发现这台车这张动态座椅真的特别特别 因为当你急驾驶的时候 这样做你的腰部位置会立马做一个收紧把你的腰裹住 另外当你在左转或右转的时候 整一个腰部也是会提供到一个反向的支撑的 所以这台车在操控在一些激烈驾驶上面的信心是给得你很足的 当然了这种稳的感觉自然是离不开这台车底盘的 极客001的底盘是出了名的好的 而这一次在底盘悬架上面也是做了升级 目前这台车是配了一个最新的双枪空气悬架的 正好我早上是开着保时捷开燕扣配来试驾这台极客001的 保时捷的车你可以说它自然化不太行 价格有点高 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 保时捷的底盘确实是在汽车行业里面是属一属二水平的 而这两台车对比下来我觉得发现 这台极客整一个底盘的感觉 整一个质感 整一个对路面细碎震动的过滤 还有对抛跳路面的处理 我觉得是能够媲美到保时捷开燕口配的那一套空旋的 而对比于老款的空旋呢 这台车用了双枪空旋之后 我觉得整一个底盘支撑性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主要的是对于细碎震动的过滤 目前这一个空旋是做的更加彻底的 也就是说这台车在日常市区行驶的整一个舒适度会更加的好 我觉得相比于老款 新的001整一个驾驶氛围是要比老款要好很多的 特别是这一个方向盘 以前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它的方向盘 因为它的按键触控视野 还要看着前面去操控 其实操作是挺繁琐的 而现在换成了这种物理按键操作就很方便了 然后它的方向盘造型也是做了调整的 现在上下是平的 然后配合上它这一个最新的仪表盘 整一个看出去的视野 是要比老款设计更加好的 而今天由于试驾的时间有限 所以这台车在800伏上面提升 对于能耗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呢 我们今天没有试到 同时它的自动驾驶服务系统 到底整一个用起来感觉到底如何呢 我们后期等拿到试驾车 再给大家做一次详细的视频 外观上最新的极客001 采用了与FR同款的前后保险杠设计 看上去更为运动 另外新增的列装绿配色很显优雅 车顶少了鲨鱼旗 摄像头整合到尾翼上 不过车顶多了个脚 有脚就是最新的极客001 还有原厂拖车沟最大牵引之质2灯 这个位置拖一个柴油发电机当充电宝 那它的续航不就杠杠的 类似再一看没变化 但在细节位置方向盘大大的好评 不只是样式很FR 实体按键这一次也回来了 这个好评 同时液晶仪表也换成了FR同款 也是007同款 车机换成了8295芯片 整一个流畅度语音的一个识别度 还有整一个UI界面设计 这一次你不能够再说极客的车机不行了 最大的变化是 它现在是一款向日葵屏 能够左右摆动 现在这台最新的001 我可以把它简单的称为是 001FR的青春版 FR版本要70多万 我们这台车才 30万出头 OK 简单体验完这台最新的极客001 这台车虽然你乍眼一看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新的变化地方 但是 只要你仔细感受过这台车 你就发现 它相比于老款车型 真的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这台车我觉得它最大卖点是 它的架控 以前老款车型也是 而现在新款这台车呢 除了在架控上面做了提升之外 在一些你们以前经常吐槽的什么车机啊 智能驾驶服务系统啊 还有其他一些设计上的东西 这台最新的001 也是在这上面做了完善和提升的 这台车我觉得就是现在这台001的最终 最完善版本 配合它26万9的入门价格 买到这台中大型 有此帅气的列装车 各位 你们真的不行动吗 我心懂了 请不吝点赞会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